各位好 現在要介紹一個打擊動作叫做Tap 以前已經做過簡單的介紹 今天會說明怎麼樣深入的 做比較細膩的訓練 把這個動作做好 我先說Tap這個動作 有的人會把它跟另外一個名詞叫做Ghost 把它跟這個名詞混在一起喔 事實上是有所區別的 Ghost比較像是一個聲音上的效果 你要打一個輕音 但是這個輕音在整體的演奏當中 是處於一個弱有似無的感覺 不希望它太明顯 但是又有一點存在感 事實上是有一點曖昧 有一點難以拿捏喔 那這要看你整體的演奏的音量 整個動態的比例 來決定你這個輕音要打到什麼程度 才會有Ghost的效果 那今天要講的這個Tap 基本上它是一個演奏動作 這個演奏動作 它是一個單純的放鬆 讓鼓棒往下點擊的這樣子的動作 它跟其他打擊動作不太一樣 我們在揮動鼓棒在敲擊的時候 大部分的動作都需要用力 往下揮往下加速來發出聲音 但是Tap這個動作 它卻是透過放鬆來取得聲音 你在用力的時候 反而是把鼓棒回復到一個預備的打擊位置 我現在來示範一次喔 在演奏一個好的Tap之前 你要先預設一個打擊位置 為了示範方便 我會舉一個稍微高一點點的位置 那實際上演奏的時候 會比這個位置來的低一點點 從畫面上看到我這個右手 已經把鼓棒舉起來了 我要預設這個位置 暫停在這個位置 等一下我的手即將會放鬆 讓我的鼓棒落下 敲擊到打擊面 在敲擊完成以後 我的手要順勢的回來預備的位置 也就是我的起點是在這個位置 終點也在這個位置 我來試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可能是另一個狀態 我來做一個 我認為沒那麼理想的Tap 來看一次 打完了 然後要再打下一次的時候 再舉起來放 這是另一個我覺得沒那麼好的Tap 但是它也算是一個Tap 在定義上來說 它已經是一個自由往下落的狀態 去點擊 為什麼我要去定義它 是要一個比較固定的高度 比較低的高度也是一樣 從一個固定的高度放鬆 點擊 然後再回來 因為這個動作它會方便你 持續的以手腕往下放鬆 落下的這種形態 來進行打擊 如果你不是以這種形態的話 當你完成一次打擊 它相對處於比較低的位置的時候 你要進行下一次的點擊 你就必須要開始把鼓棒往上舉 再往下調 這個在Tap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在進行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鼓棒往上舉的動作 作為一個開始 比方說 我從這個低的位置開始點了 一開始我要先往上舉 再往下調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因為在速度越來越快的時候 你的這個往上舉的這個輕微的動作 會被放大 所以在意識上我建議你在演奏的時候 開始並不是把鼓棒往上舉 而是一個已經固定好的高度 放鬆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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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要打囉 舉起來放下去 舉起來放下去 這是我比較不建議的 你可能會看到像這樣子的打法 準備要Tap 鼓棒 注意看我鼓棒的尖端喔 另外一隻手 也是一樣 會有一點 先舉起來 再往下調 這是我比較不建議的打法 我建議的打法是 如果你想要從這麼高的開始打 你就從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開始 往下調 記得回來 記得回來 同樣的你要去練習比較低的位置的時候 會稍微難一點點 就整體高度降低一點點 我現在要順便講一個手腕的動作 從不一樣的角度來看一下 我是以手腕這個位置來放鬆的 其實我比較少是以手指放鬆的狀態來演奏 再看一次 手腕放鬆 由於這個距離比較短 可能看起來沒那麼明顯 把距離拉高一點 再一次 再一次 所以靠的是手腕的放鬆 而不是手指的放鬆 我試試看 手指放鬆的話 看起來會是這樣 我建議 盡量讓柔軟度 放在手腕這邊 手掌還是輕鬆的 但是手指不需要過度的放開抓握 放開抓握 這個動作不需要太誇張 換個角度 從左手正對的鏡頭看看 往下掉的這個動作是自然落下放輕鬆 右手也是一樣 接下來當你單手可以做好這個動作已經內化了以後 你可以試著開始交替 交替的時候 一次先演奏一隻手 再換另外一隻手 讓動作完成 像是這樣子 右手 然後左手 再一次右手 再左手 慢慢的可以控制得比較好之後 你可以在右手的動作 跟左手的動作 開始進行前半後半的交替 像是這樣 就是前一個動作還沒有完成 下一個動作已經可以開始進行了 但速度更快的時候 它會是從單手來看 交替的時候 今天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今天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然後再次轉換 把插液也分為了 衝浪 中文的頭